星期二 三十一日 将迎来意后复偿的首个万圣节 今天 二十八 是节日前的周日 已经有不少滑轨出墨于兰桂 虽未到正日 但节日气氛在夜晚七点后愈来愈浓 人头永永 有市民手持魔法棒 身穿黑色长袍 头 牛角 化身漫画中的魔术师 有市民扮演成怪盗 德 吸引一众目光 还有家长为小朋友戴上精心做的面具 兴奋的自拍 更有不少市民朋友客选 在万圣节装饰下的兰桂方路牌打卡 将气氛推高潮 有不愿出镜的酒吧负责人称 今年的消情 班 蛋点都好过疫情三年 果正某人出街 多滴人 热闹 先有生意 他表示 今年万圣节的生意额可 到2019年的大约七至八成 原因是很多市民选择年底外旅游 亦有部分外籍游客疫情三年离开香港 被问是否担心美酒佳肴巡礼会影响这几日生意 该负责人称有一点 但相信万圣节正日生意会有回升 尤其是多了一些讲普通话的游客 充取地该都玩得好开心 哪度始终有氛围 对香港夜经都要有信心 梁小姐扮演成名侦探柯南里的怪基德 一来到兰桂方便吸引众人目光 市民纷纷前同他合影 梁小姐表示 因为很喜欢怪盗基德 已已经连续两日伸着服装来到兰桂方 他说 做疫情后首个万圣节 相信今次会吸引更多人观 气氛不错 梁小姐又称 今日的气氛稍微逊色于日 廖与明日是工作日有关 他亦会在万圣节正到场 希望玩到近 在附近的石板街 有多个摊档卖万圣节服饰 包括骷髅古道具 鬼怪面具等 西顾客光顾 有服饰店负责人表示 女仆装和南瓜 据教授欢迎 预计今年生意额会较去年增长二成 多了一些内地游客 但仍未回复至疫情前的水 内地游客刘先生和甘小姐配戴动物面具 专程到兰桂方感受香港万圣节中西方文化交融下 独特魅力 甘小姐称 第一次在香港玩cosplay 气氛比内热闹很多 面具亦是为万圣节而购买 一路上要再拍照 互动 很开心 装扮成女巫的李小朋友 与妈趁着星期日不用上学 特意一起来到兰桂方 卡留念 她称 自己是第一次玩万圣节的角色伴 虽然人多 但气氛很好 玩得很开心 头先影了好 张相 又同梧桐角色交换影 今日记特登川那件 好好玩呀 记者 谢宗英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 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